自卑心法语 在弘扬慈悲精神的时候 你不需要向别人灌输什么教育 当你的心有了慈悲之时 他们自然会察觉到 他们心中的慈悲自然会被唤醒 最有效的教育往往不需要说话 虔诚的人会不惜走遍 千山万水去朝圣 来讨心目中的神明之欢心 他们却不知道 帮助自己家门前的穷者与鸡者 可能会更令神明高兴 如果他们的神明是无处不在的话 他们必定也就在这里 就在他们的家门外 在一场混沉中 不论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一宗家庭纠纷 或只是一场打架 其实有没有对的一方 凡有参与的都是错的一份子 有参与的都 与其对不能得到的欲求耿耿于怀 倒不如对你已经拥有的满足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你能把宇宙万事万物揭示为梦幻泡影时 你将永不会再感受到痛苦与舒服 哦相把华狩 哦相把华狩 只要接受学习正确的教法与修行 每个人可以转化自己的生活 还要于用此棒的技能 沧桑也水 江泽交叙 耗出去 耗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来更多伤害 绝物的种子就在你心里 借着修持 你可以立刻让它变成花朵 可以停止痛苦 佛法是当下就能发挥效用的 都能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念的修行带给我们专注力与洞察力 洞察力是修行的果实 能帮助我们原谅关爱别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真真实实地活着 为了能深深碰触生命 你必须成为自由的人 培养正念可以帮助你获得自由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信自己的直觉 并且从中学习与自己相处 就有好心情 当很多事情压在你的身上 而你无法承受时 那就抛弃其中一样吧 不要累坏自己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很多事情 倒不如仔细去做一件事 请来的有成就感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跌入骄傲之中 不要跌入骄傲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不是信仰它 为它辩护或抹杀 现实世界的运作与呼吸的启灭同一模式 中文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佛教徒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佛教徒的目标不再敢观世界 因为佛教徒太了解它 以致不把它当作终极目标来追求 佛教徒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佛教徒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生活并非全数由生命所发生的事决定 而是由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 以心灵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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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所谓生命菩萨 到处去邀请人家来收看生命电视台 护持生命电视台 到我们家里来收一百块 一个月收一千块 这些大菩萨我们看到它 它就是生命菩萨 赞叹它 但是也希望各位呢 多加入这样子的护持菩萨 为什么 因为生命电视台一存在 做得更好更好的内容 那么全世界的友情生命 关系生命电视台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互名 生命传播文化智业基金会 简称生命基金会 经历生命怒 电汽资源 消Station 添衍 预防电气火灾 用电不得操 cle 电线不滚帮 全置帮拔绌较安全 插盒不潮湿 iste 不使用电气石 请拔掉 wurde 插盒 电气周围 库B 有阳路 沒有安全標章的電器不買不用 富裔電器火災的錢張 雖然目前罹患失智症 一旦確診權益的機會偏低 但是透過藥物跟非藥物治療 像是積極運動 均衡飲食 健腦訓練 社交活動等等方式 還是能夠有效改善失智者的生活品質 減輕家屬的照顧負擔 最重要的是要多運動 每次30分鐘以上 一週至少5次 像是健走 游泳 騎腳踏車等運動 都會很有幫助 另外要多動腦 像學習一種新的語言 唱歌 閱讀 書寫 書寫等活動 都能夠刺激腦力 改善認知的功能 進而活化大腦 防止腦部的機能衰退 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風險 愛記的哦 天主教師智老人基金會 電話02-2332-0992 詞曲 李宗盛 阿湛陀石窟的壁画,是印度古代壁画的主要代表。 早期的壁画最古,第九幅《前壁残记》中,会有佛陀传和佛本身故事。 第十幅的幼壁,会有梭姆、幼雅百相本身和礼拜菩提树等佛教题材的壁画,推测约坐于公元前世纪。 此期壁画的构图大多为横幅长条形,所表现的人物和生活场面,与约公元前二世纪的帕鲁德、桑奇大塔等是颗佛教以及相似。 阿湛陀中西的壁画更为辉煌转观、精美结论。 当时正值几多王朝与古典主义文化的皇前时代,佛教美术也达到了点神起,创造了大量几多诗的雕刻、绘画。 随着古风艺术,逐步发展到古典风格艺术,画面构图更为与中国。 往往一面墙壁被一个场景所沾满,布局紧凑和谐。 此外,第十六窟中佛教故事中的《纳陀皈依》,《十位臣显大神通》和《善生施舌》等也都十分精彩。 例如第十六窟《纳陀皈依》中,《纳陀》与妻子孙德利分离的部分,充分展映了艺术家对于人物内心刻画的成功。 又第十七窟,太子与嫔妃劝九徒,即尽艳婉之情状。 顶窗窥视的侍女和门外众多的美女,都风姿错约艳丽容人。 此时期各顾的前郎、天井和列柱,所存的装饰壁画也都设计奇妙。 想象丰富、色泽鲜艳、对比强烈,如卷云、曼草、莲花和一些可爱的小动物等。 阿占陀晚期的壁画,基本属于七世纪前后的作品。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二两窟,保留比较完整,为阿占陀壁画艺术最神奇的一座。 第一窟内壁画场面的幅度结教法。 最著名的是池清廉菩萨祥。 妙像庄严,头戴宝患,肌肉云秤。 窟内潜壁的波士世界来潮图,则反映了印度和波士平文通好的场面,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绘画风格也受到伊朗美术的影响。 第二窟时代最晚,其前廊壁上与早景冷处都有壁画。 壁画和雕刻中的人物——独王、后、太子、宫女、武士、平民所表现的不同生活, 以及佛菩萨、天女、以丘所表现的不同神态。 在造型上,我能传出内心情感、刻画神动。 他沾佃壁画和雕刻的优秀艺术。 不仅对后来印度的美术产生了巨大作用。 而且,对于东方佛教所称全部的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中国墨高窟的壁画。 日本法隆寺的壁画。 还有斯里兰卡习吉林业的壁画。 都与之遥相无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